本土疫情升温、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受疫情影响 不管是照顾者、自身染疫或者是被隔离匡列者 劳工对于请假或薪资影响都有所疑虑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也针对了防疫价 或者是薪资给付措施做了说明 提醒民众可以凭健保跨疫通的健保存折记录 来当作请假证明 针对防疫价薪资给付的措施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劳资科长方雅丽说明 因雇主要求在家隔离者 以及因执行职务染疫需检疫或隔离者 上述两种情形薪资造给其不必补服劳物 民众可以凭健保快疫通的健康存折记录 作为请假证明 如果民众是为了要配合防疫的措施 或是学校等停课的一些停托 或是日间或长照机构的一个暂停服务 而有照顾12岁以下的子女 或是照顾就读高中职以下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子女 以及照顾原本收拓在日间或长照机构服务的 身心障碍者以及失能者 有三种请假方式 第一个部分是请特别休假 那可以领全薪 那也可以请无薪的防疫照顾假 或是家庭照顾假 那如果我们的相亲是为了配合务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自主健康管理 有三种情形 第一个是不是非新冠肺炎而有其他的一些病况的部分 民众可以请特别休假 这时候雇主需要给全薪 或者是可以请普通上病假 领友半薪 那如果我们民众是因为担心自己有染疫的一些风险 而必须要自行居家休养者 可以请特别休假 这时候是领全薪 那也可以请无薪的试假 那如果针对雇主要求在劳工在家自行隔离 对于我们的劳工出勤有所疑虑 而要求劳工不要出勤 那因为这个是属于雇主的要求 那这时候我们的民众是可以在家休息 那雇主应该要起付工资 那第三个是我们的相亲配合 卫生主管机关进行隔离或是检疫的措施 如果是因为执行职务 雇主没有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 导致我们的相亲被匡列隔离或因而检疫 这是因为执行职务可规则于雇主的原因 这时候可以请防疫隔离假 雇主需要给付工资 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劳方 就是个人因素被匡列为隔离或检疫 那劳工朋友可以特别休假 那这时候可以领有全薪 也可以请防疫隔离假 那没有领到薪资的天数 可以申请防疫补偿 那在相关的检疫或隔离期间 因为职业上的原因而感染属于职业灾害 例如医护人员照顾确诊病患而染疫 这时候可以申请工伤病假 雇主需要给予原领工资的补偿 那如果是因为劳方的因素而确诊 那我们劳工朋友可以请领特别休假 领有全薪 也可以请普通伤病假 领半薪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也有无薪的试驾可以请领